摩系统是按连续运行作为设计基准的,但在实际操作时,总会有一定频度的开机和停机。 当摩系统停机时,必须用其铲水或经过预处理合格的水进行低压冲洗,从摩元件中至换掉高浓度。 但含足够记得浓水,还应采取措施预防系统内水漏掉,而引入空气。 因为元件湿水干掉的话,可能会产生不可逆的铲水通量损失。 如果停机小于24小时,则无需采取预防微生物滋生的措施,但停机时间超过上述规定,应采用保护液做系统保存,或定时冲洗膜系统。